沿着199县道蜿蜒山路 距离恒春市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来到屏东县狮子乡内文部落 十多位草浦国小的孩子们刚放学 搭乘校车回到内文长老教会 内文部落课后辅导班 是恒春基督教医院成立的 18个部落课辅班之一 结合医院与教会资源 为来自低收入户单亲 隔代教养家庭的孩童提供学习环境 父母亲在外工作 阿公阿嬷又没有时间带他们 他们进来这边 然后可以学习更多 就是老师这样子带你下来教他们 就是帮助很多啦 红亮整齐的歌声 孩子们穿上传统族服 用排湾族语迎创鼓摇 展现天生的好歌喉 和努力练习的成果 除了辅导学校课业 内文科补班也教导学生们母语歌唱 让他们从小认识排湾族美丽的文化 甚至时常代表部落到各地表演 多练歌啊 然后就让那个表演的时候 不会太紧张 可以一起电舞很开心 他们会分享说 老师我们上次去台北表演 那边吃的东西好棒 跟在这里差好多 如果说我们用母语唱诗歌 他们也是很喜欢 回家的时候就会一直唱 一直唱一直唱 然后我们的长辈就讲说 我们的小朋友真的很会唱母语 我就在说 是啊 他们就很努力啊 当他们长大以后 他愿意回到自己的部落 能够去照顾自己的那些弟弟妹妹 那些旁边的邻居小朋友 这个真的很感谢神 不仅唱出自己的文化 存在着梦想的歌声 借着鼓窑打开了这些孩子们的视野 以上是顾TV新闻中心屏东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